三十年前,华正北朝建许在重庆响应总统号召重军报国的海军官兵 在总统华旦的军天特别带着自己的家人欢喜一场 他们要把自己三十年来现身报国,顺受孤懈的信心和成就 呈现给总统作为一顺利 现在青年军联谊会的总干事展成健先生 他要主持一个贴蛋糕的仪式 这一个公祝总统中寿的三层大蛋糕 同时也象征着他们大家过去三十年来 精神团结和事业的成就 三十年前,民国三十三年的十月礼 这日抗战已经到了最艰困的阶段 全国青年,蒋印领袖蒋委员长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 纷纷仇籽笔红容,共赴国战 汇成了一股热血沸沉的洪流青年军 他们之中,部分投效了海军 以报国为怨,站出了一番忽劣劣劣的事件 当时,国家已经造了最清楚的关系 建立了总统的军事件 他们的大军事件 总统怎么样? 当时,我们有参加海军和赴美军事件 在美国四月、元月离开军事件 超大军事件 美国已军事件 总统受尽了一天三个军事件 这方面是我们在三十五年 美国时中访问土瓜 在阿瓦那里整个大军事件 当时我们接受的发酵军舰之中 所谓是后来非常有名的泰康军舰 当时的舰长是全人总统的良军 泰康军舰是不是后来在三十八年的时候 是总统的作舰? 是的 当时我们的舰长总统武团领长 严与新军舰 严严海军总设议 不知道理 而且文明不知其常的 我们写军舰以后回到新军舰 我们的舰长就会变成了 但是是发酵军舰的 但是是发酵军舰的 其实是很高的 就是在一个严重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 严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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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 严重的严重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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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是我们在英国经线上上课 这上课是我们在不操的经线 当时我们的领袖蒋委员长 在他们分别前往美国和英国 经纪之前曾经召见大家 在一年前我们的领袖对他们的信誓 使这些当时的青年朋友 一直精神传结 我们现在要为大家 想试词来证 彭广福先生在民国38年 在维员长殲灭叛舰匪谍 保全了维员舰 获得了保底 贺一平先生他本人 曾经加过东山岛的战役 水泡的笼罩中英勇达出人物 获得海陆银杖 他们的会长 民国是今年2月19号 在银杖口的海战中 担任海军巡逻支队的旗舰舰长 当时一共集成了北艇三艘 他居然获得了保底新章 侯景先生也在金门炮战中冒险 担任运输的任务 使得兵力不咬 而金门也从此名扬事件 梁天剑先生 目前海军现役少将 民国今年5月16号 他参加耿门战狱 当时率舰与匪主权 达成任务 货班清天版军章 为国家和他个人 生得了无上的光荣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 他已经实现自己当年报国的宏愿 同时也辜负领袖当年对他们的期望 和交付给他们的任务 而在退役以后 他们也都能够各贫所长 在这方面发展自己的经济事业 比方说 宏敬先生 他在退役以后 仍然在海上服务 目前是无常一届的知名人士 王染之先生 目前在工业服务 是台湾通用电子公司的副总裁 曹景三先生 目前他所主持的 曹福记营造公司 在他附近曹桂林的手中 就已经完成了南京中山林 和淮河苏岛 连接长江黄河的重要工程 目前台北的国际机场 圆山中列池 和两座卫星地面电台 都是他的协作 现在我们希望下一代的青年 能够站起来 长大这个经济时代 今天在这里 也从我们作秀的 只是青年来 他的组织 在这边 在露天 还有 原来也一直是很着当年同学的心愿 是领袖 盼卫星地面 他们每一种不完的事机 和风景 现在也一直在 现在也到了 前几年 他们现在是 我们困难的国家 是神圣秘务的 神圣而伟大的时刻 神圣 神圣 神圣